鬼吹灯 第二部 龙岭迷哭 天下霸唱 第四章 筹画 从老流头的话中 我隐隐约约听出了一点东西 一位商人出资在龙岭修建于古庙 供奉龙王宴 这本身就有点奇怪 龙王庙为什么不建在河边 偏偏建在那沟壑纵横的山岭之中 听老流头所说 于古庙的规模不大 这就更古怪了 这么一间小庙 何必费上如此周折 难道那龙岭中当真有什么风水位 适合建造庙宇 再加上老流头说龙岭中 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古墓 那就更加蹊跷了 我心中一阵冷笑 他娘的 搞不好那处前修与古庙的 也是我同行 他修庙是假 莫今是真 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 在庙下挖条岸道 通进古墓中摸宝贝 才是他真正的意图 但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 既然龙岭一带地形险恶 人际罕至 为何还要如此脱裤子 放屁多费一道手呢 随即一想 是了想必那目极深 不是一朝一夕之宫 便可将通道挖进明殿之中 他定是巧准了方位 但是觉得虚实颇长 觉得整日在龙岭之中出没 难免被当地人碰上 会起疑心 便修了座鱼古庙 庙中暗挖地道 就算偶尔有人路过 也不会发觉高照啊 不过这些情况 得亲自去龙岭走上一遭 才能确定不知道那位 假扮商人的摸金校尉 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大幕 不管怎么样 我都想去龙岭于古庙 看上一看 我又问老流头 去龙岭的详细路径 当地的地形地貌 老流头说 于古庙在龙岭边上 你们要去看看 那庙道也罢了 切记不可往龙岭深处走 那片岭子 地势险恶非常 有很多地方 都是线空地洞 在外边 根本瞧不出来 表面是土壳子 一踩就它 掉进去 就爬不出来了 据说地下 都是溶洞 极尽曲折复杂 当地人管那些 洞叫龙岭迷窟 比迷宫还难走 更可怕的是 那迷窟里边闹鬼 听我一句劝 万万不可进去 老流头说了 这么一件事 有五名地质队的工作人员 去龙岭的龙洞中勘查 结果集体失踪 县里的老百姓都传开了 说他们在龙岭遇上了鬼气墙 这不是到现在 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吗 这件事都过去两年多了 我连声称谢 说我们就是去 与谷庙瞧个新仙 瞧瞧那铁头龙王的骨头 龙岭那片荒山野岭 我们去做什么 您尽管放心就是 刘老头喝得大醉而归 我把房门关上 同胖子与大金牙二人秘密商议 定要去龙岭迷窟走上一遭 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好东西 就算古墓已经被盗 说不定在附近的村落中 也能收到一两样东西 那样也不算白来了陕西一趟 胖子问我 老胡 这回有几成把握 咱可别再像上次去野人狗似的 类没少受 力没少出 差点赔上几条性命 结果就搞回来两块破瓦当子 连狱都不是 我说 这次也没什么把握 只不过好容易得知 龙岭中有座大幕 至今无人找到 我听着就心仰难耐 说不定老天爷开眼 让咱们做上回大买卖 那就能把那美国妞儿的钱都还了 免得我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 不过龙岭的古墓是否能保存至今 还得两说 据我估计 解放钱那位出钱修于古庙的商人 极有可能就是个道斗的高手 他修于古庙便是为了挖地道 进入龙岭古墓的地宫之中 如果他得手了 咱们就没指望了 总之做好准备 到那看一看再说 打金牙听说要去道斗 也很兴奋 他眼红这行当很久 但是每到春天就犯哮喘 从来都没真正参加过道斗 而且他生意上往来的那些道墓贼 都是些个在农村乱挖乱绝的毛贼 挖出来的也没什么太好的东西 打金牙恨不得自己也亲自出马 干上一回大活 但始终没有机会 这时正是夏末 他的病是一种过敏性哮喘 这时候不太容易发作 又有我和胖子 这两个实习过多次的摸金校尉在 更是有恃无恐 不过我还是劝他别进名店 正好留在外边 给我和胖子望风 我们在下边 上边留个人 万一有什么闪失 也好有个人接应一下 当下我进行了一番部署 这趟出门 本没指望发现大墓 一来是在内地 二来这边的古墓 都让人挖得差不多了 没想到在这龙岭里面 可能会有唐代大墓 实在是出乎意料 我们没有带太多的工具 工兵产这种 既能防身又能挖土的利器 我自然是不离身半步 只不过在黄河中失落了一把 只剩下胖子随身携带的一把了 在地道山洞里行动 还必须有足够的照明装备 我们有三只狼眼手电 这种手电是德国货 照明范围30米 光线凝聚力极强 甚至可以作为防身武器 遇到敌人野兽在近距离用狼眼手电 照他们的眼睛 可以使对方瞬间失去视力 狼眼是同十二位阳等人去新疆沙漠的时候 由十二位阳提供的先进装备 他回国时把剩余的大部分装备都给了我 我就老是不客气的照单全收了 反正已经欠了他那么多钱 甚至被他在蛇口下救过一次 至今还欠他一条命 狮子多了不养 债多了不愁 再多加上一份人情债也不算什么 最头疼的是 没戴防毒面具 只有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 这股蓝小城可不容易找防毒面具 以前的摸金校尉们 代代相传古老的办法 避免空气中毒 首先释放鸟笼子 我们在野人沟曾经用过一次 其次就是用蜡烛 这是摸金校尉们必不可少的道具 只要没有化学气体 防毒口罩也对付着够用了 我开了张单子 让胖子就近采购 能买的都买来 买不来再另想办法 我们需要两只大鹅 我特别强调要活的 否则胖子很可能买烧鹅回来 还需要蜡烛 绳子 消防钩 手套 罐头 肉干 白酒 再看看邮局有没有附近的详细地图 最好能再买些补充热量的巧克力 其余的东西我们身上都有 暂时就这些了 胖子问道 没处买枪去啊 没枪怎么办 我没枪在手 胆子就不够壮 我说 这附近没什么野兽 根本用不着枪 就算碰上了拿工兵产对付就足够了 要在边境或者偏远地区 可以找打猎的买枪 在内地可不容易搞到枪械 再说要枪也没用 咱们只是这么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 说不定龙岭迷枯中的古墓 早就被人掏光了 打金牙点头道 胡爷说的是 听老刘头说 龙岭地下多溶洞 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这种地质结构多有地震带 要是真有唐代大幕 从唐代到现在这么多年 指不定发生什么变化呢 咱们做万全的准备 但是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我突然想起来 陕西仰视地极多 万一碰上粽子 如何是好 这是说起来 就想揍大金牙 拿两枚伪造的摩金符蒙我们 好几次险些把命搭上 打金牙剑说起这件事 只好陪着笑脸再次解释 胡爷胖爷 你们可千万别生气 我当时也不知道 当年我们家老爷子 就是戴的这种摩金符 也没出过什么事 依我看这其实 就是一种心理作用 你们二位要是没见过 那没真的摩金符 一直拿我给你们的当真货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没信心了 回头咱们想办法 收两枚真的来 这钱算我的 摩金符这物件虽骨 但只要下功夫 还是能收来的 我笑着说 那就有劳金爷给上点信 给我们哥儿俩 弄两枚真的来 说实话 不带着这个东西干道斗 心里还真是没底 干起活来 要是没信心 那可比什么都危险 三人筹划一丁 便各自安歇 连日周车劳顿 加之又多饮了几杯 这一觉 睡到第二天下午才起 胖子和大金牙 去街上采买应用的东西 我找到老刘头 进一步地了解 龙岭迷哭的情况 但是老刘头 说来说去 还是昨夜说的那些事 这一地区 关于龙岭迷哭的传说很多 确尽是些捕风捉影 不尽不时的内容 极少有确切的信息 其他的人也都是如此 一说起龙岭迷哭 都有点谈虎色变 都说有鬼魂冤灵出没 除非迫不得已 否则很少有人敢去那一带 我现在也问不出什么 便就此作罢 又在古兰歇了一日 我们按照老刘头指点的路径 用竹筐背了两只大鹅 动身前往龙岭于古庙 不愿不得已 不愿笨